儿子在急诊室抢救 老公却在帮别的女人换车胎 视频中 女人低声眼笑 你老婆一直打你电话呢 她眼皮都没抬一下 不想接 她很烦 也是 整天对着黄脸婆 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吧 下一刻 她平淡地开口 别闹 我又不爱她 我如坠深渊 可笑啊 为了家庭辞掉工作 专心照顾孩子 最后却换来这种结果 次日清晨 陈科来了 我靠坐在病床前休息 医生怎么说 见儿子还在睡 他轻轻握住他的小手 并没有看我一眼 但语气里满是对我的责备 我说过你不用上班 好好在家带孩子 凯凯才三岁 你把她拖给隔壁林阿姨照顾 现在出了事 你满意了 我抬起头 那张日夜都能见到的脸 突然变得好陌生 甚至于 觉得她身上散发出 一股恶臭 是啊 我错了 错得离谱 错得后悔莫及 我笑了 眼神渐冷 可为什么 错了的一定是做事的人 还要被置身室外的人 冷嘲热讽 为什么呢 尘科 皱眉 这时才把视线 转到我身上 很不耐烦 你又在发什么疯 我仔细打量着她 在一起五年 曾经真挚的目光 不知何时消失了 日子匆匆忙忙 她将后悔藏在生活的点滴里 只剩下一地鸡毛 有些问题不需要明说 一点小事都会被挑破 算了 这里是医院 我也不想和你吵 被我紧紧盯着 尘科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只能让步 我轻笑 打开那条彩信 把手机扔给她 看看吧 凯凯最难受的时候 你还在帮别的女人做事 现在有什么资格 站在道德制高点 来指责我 电话不接 嫌我烦 换轮胎 倒是卖力 尘科 尚赶着给人家做备胎 也得提前照照镜子啊 消失了一夜 你敢告诉我 你们都做了什么吗 她整个人僵住 捏住手机没有其余动作 好一会才解释 她是我的前女友 昨天刚回国 车子爆胎了 情况紧急 又没道路救援 所以才叫我帮忙 我们不会旧情复燃 你没必要吃醋 前女友 我的心莫名刺痛 她曾说过 我是她第一个心动的人 原来也是假话 如果不是今天那女人发信息 来挑衅 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 尘科把手机递还给我 脸上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丝愧疚 下个月我妈生日 你记得准备要带的礼物 她的语气理所应当 好像这是属于我的使命 可 凭什么 五年的真心付出 还真当我是头傻傻听话的笨驴 老娘还就不伺候了 不好意思 我没空去捧你妈大脚 她不配做我和凯凯的长辈 还有 我上前拍开她 附在凯凯身上的手 别拿咸猪手碰我儿子 其他女人的脂粉气太骚 我们娘俩都闻不了 对于我的发泄 尘科只是阴沉着脸 连个屁都没法 我知道她这根本就是无力反驳 事已至此 那我给你机会去吃外面的吃 离婚吧 我闭闭眼 不想看她 秦秦 不要闹了 她扫了眼病房里其他人 压低声音呵斥我 有事回家再说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我要给你脸 紧紧盯着她盛怒的脸 我冷笑道 说真的 这么多年 其实我也烦透你了 够了 她吼了一声 把凯凯吵醒了 孩子眼皮红肿 在看见我的那颗小嘴 别起 伸出小手尾曲道 妈妈 肚肚痛 我鼻子一酸 赶紧上前 抱住她 轻声安慰 开宝乖 妈妈在 很快就不难受了 看着孩子 满身的红斑 还有急促的哭声 我心痛到无法呼吸 昨夜 在养老院的奶奶 摔倒昏迷 护士 联系不上 陈柯和我婆婆 最后只能通知我去办理住院手续 实在没办法 我才托邻阿姨帮忙 看我和孩子哭成了一团 同病房的病人家属劝 夫妻俩好好说 误会说清楚 别闹到那一步 孩子还小多可怜呢 陈柯 敏唇 过了会儿 低下身子 语气 有所缓和 小琴 我和她真的没有什么 那句话 也是一时烦躁 你别生气了 奶奶的事 我已经数落过我妈了 放心吧 为了凯凯 我也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抵住儿子的小脑袋 没有说话 眼泪无声滑落 话 说得真好听 但拿孩子当作软肋 来攻击母亲 算什么爱 哄了好久 凯凯才睡着 我没再和陈柯吵 偷偷将所有的争吵和矛盾 一点点 深深都刻在心底 她以为我气消了 也默契 地没再提昨夜的事 虚伪的男人 三天的细心照料 孩子出院了 我和陈柯几乎没怎么说话 裂缝一旦撕开 就难有缝合的可能 刚到小区 发现林阿姨就在楼下等着 她脸色有点差 显然是没有睡好 走近的时候 她既想靠近 凯凯又不敢 一直和我道歉 我拉拉她的手摇头 孩子没事了 您不需要自责 凯凯也很乖巧 甜甜地和林阿姨打招呼 说自己不痛了 下次还要去林奶奶家玩 她心疼地看向凯凯 表情终于轻松下来 除了这事 我不会怪林阿姨 她只是不知道 她过敏体质 不是故意给她吃海鲜面滴 与为了连夜打麻将手机关机的亲奶奶相比 她更疼爱凯凯 好了 回家吧 我妈今天送奶奶回养老院后会过来看孩子 你还要准备晚饭 陈柯下河县紧绷 不耐烦地开口 我轻笑 没有理她 又和林阿姨说了话话 回家后 我抱着儿子在房间里给她涂宝石护理 全然不顾客厅里坐着的男人 时间到了五点半 她忍不住了 走进来问 我妈说六点到 你怎么还不去做饭 我手下一顿 抬头看她说 没看见我在忙 你也不是没手 你去做好了 做饭一直都是你做的 我又不会 她斜靠在门边 一副我在说笑的样子似的 我眯起眸子 突然觉得自己以前一定是中了邪 不然怎么看上这种男人 快点去吧 等我妈到了还没好 又该说你了 她走到床边 要拽我的手腕 那是你妈 不是我的祖宗 别再拿她压我 我避开她的触碰 轻拍已经睡着的凯凯 陈柯 不要以为我们之间还能回到从前 还记得你求婚的时候 我说过什么吗 她身子一正 整个人沉寂下来 哦 看来是想起来了 五年前 她在烦恼的街头向我求婚 路人纷纷停下祝福 还有调皮的学生 起哄 气氛热烈 她顺势将戒指套上我的无名指说 小秦 从此刻开始 你成了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无可取代 都说男人结了婚都会变 我垂眸凝视她 收起羞涩的笑容 记住 如果你背叛我 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没有重来的机会 我 秦秦 绝不会委屈自己第二次 陈柯定定看着我 目光没有半分杂志 她握住我的手 真诚地说 相信我 不会有那一天 那一刻 我真的以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可惜婚姻如坟墓 将所有美好的花卉埋葬 只留下名为 现实的残根 这所谓的 深情最爱 都显得极其苍白 敬花水月 不外如是 回归现实中 陈柯没再说 让我去做饭 而是自己进了厨房 等我婆婆来的时候 两菜一汤 已经烧好 只不过陈柯的手被烫伤了 她心疼地左右查看 埋怨地弯了我一眼 烧饭 做菜 这种事 就让你老婆去做好了 你这双手 是设计 建筑的 金贵得很 怎么能下厨 怎么不能 我夹起 一块煎豆腐尝了口 挑眉看它 即使没做过 这步也做得很好 手是用来干活的 那么金贵 干脆切下来 送博物馆收藏算了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我特地来看我宝贝孙子 可不是来受你气的 她满眼嫌弃 又转头对沉默不语的陈柯说 你还不好好教训你老婆 这脚都踩到你妈脑袋上了 我冷哼 宝贝孙子住院的几天 你在哪里 是麻将三缺一 还是在和隔壁王叔 跳舞 行程安排得这么满 不愧是时间管理大师 老了 还玩得这么花 婆婆咬着下唇 脸色胀成了猪肝色 指着 我的手不停颤抖 反了反了 她气到失语 好半场抓住 陈柯的手 摇摇欲坠地说 我当初就反对你和她结婚 你看看 平时不来给我做家务孝顺我就算了 现在还要编排你妈 算什么玩意儿 还是心悦好 逢年过节就寄礼物过来 你五年前就该追着她去国外 提到这个名字 陈柯瞬间 慌了 连忙看向我 眼底竟有几分被看破的躲闪 我眸光一冷 原来 他们母子一直在耍我 心悦是谁 我扔掉筷子 站起来看向陈柯 恨不得挖下她一块肉来 是昨天 那个女人吧 五年前 陈柯 你他妈 还真是无缝连接 在你眼里 我才是那个可笑的备胎 对吗 低头 别开始陷 沉默装死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都在验证我所说的 一切都明了了 五年前 才认识一个月的她 突然疯狂追求我 深情款款 温柔细致的样子 让我以为自己 遇到了一见钟情的真爱 可我忘了 这些都是能装出来的 她都能骗过自己 又怎么会打动不了我 真心在不爱的人面前 连驾到被踩在脚底都嫌脏 婆婆见陈柯不说话 双手插腰狠狠瞪我 那时候是他们小两口 闹误会才分手的 不然哪轮得到你 既然现在你知道了 那我也就把话说开了 当初我儿子娶你 不过是想气气心悦 你一个单亲家庭的女儿 我是极力反对的 但儿子非要娶你 我也没办法 想不到你也没点眼色 硬要进我们陈家的门 后来看在你怀了 凯凯的 分上我也就忍了 现在倒好 竟然敢蹬鼻子上脸了 你不配做我的儿媳妇 她那张嘴连珠炮 似的将所有不满尽数发泄 我边听边笑 情绪撕裂 一半自嘲 一半痛苦 最后归结于怨恨 数不尽地 委屈在心底狂拥 指甲欠尽肉里 都难以抵挡梗在喉间的 不甘 陈柯 你这么自私 我的凯凯怎么办 这么多年 被你毁掉的 我的青春又该怎么还 她依旧沉默 形同安纯 把头缩起来 没有一丝责任感 是你自己蠢笨 男人是不是真心喜欢你 都看不出来 婆婆则像指母鸡 将她的宝贝儿子 护在后头 对我不留情面 再说下去也没意思 离婚吧 房子和凯凯归我们 车子是你买的就给你 当真可耻 凭什么 凯凯是我生的 月子离你 既没出钱也没出力 且直到今天 你都没有照看孩子一天 有什么资格征服养权 至于房子 产权证明上有我的名字 也是夫妻婚后财产 我为什么要白白让出 婆婆重重一呸 秦秦 你的心可真够黑的 结婚的时候 我为了儿子 拿出十万彩礼 现在你还想要房子 而且凯凯她姓陈 就是我们家的 我怎么不能要抚养权 就一句话 房子和孩子都是我们的 平时恶毒的嘴脸 现在更加恶心 所谓的十万 在婚后半年间 早已变成很多借口 回到了她的口袋 妈 陈柯拉住他妈 愧疚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是我对不起秦秦 房子就给她吧 至于凯凯 她要的话 我不会争 我看向陈柯的眼神冰冷彻骨 她把凯凯当什么 物品吗 你个傻瓜 什么叫不争 女孩就算了 凯凯好歹是 个男娃 为什么不要 婆婆立马反对 她不在意孩子的心灵 会不会受到影响 她只知道争 抢 冰咚 这场满是炮火和硝烟的争吵 被一阵门铃声打断 陈柯沉着连走过去 打开门的一瞬间 她愣住了 新月 你怎么来了 我闻声望去 精致妆容的女人穿着一袭红裙 手上挽了件男性外套站在门外 那是今年生日 我买给陈柯的 她曾说过很喜欢 现在却在另一个女人手上 我轻扯嘴角 真是讽刺 童心月摘下墨镜 目光有意无意划过我 最后落在陈柯的身上 歉意地说 小柯 我刚好路过你家楼下 那天晚上你的衣服落下了 就想着还你 打扰到了吗 没 陈柯敏唇 脸色并不好看 婆婆喝 她已经不配做我的婆婆 庄艳一秒变脸 挤出笑容 和童心月勾手腕聊天 好的像对亲母女 心月啊 你回国 怎么不打电话给阿姨 我好去机场接你 这位是陈太太吧 你好 我叫童心月 是小柯的好朋友 童心月打断庄艳 目光转到我这里 洋装客气 但她的微笑 明显能看出 胜利者的姿态 我甚至连装 都不想装 冷谋反问 你嘴里说的好朋友 是半夜叫去暖床的 她的笑容一僵 秦秦 我们什么都没有 别闹了 陈柯又吼我了 为了她 也是 毕竟性质不一样 怎么 戳到你们痛处了 我笑了 原来出轨的人也知道 要脸呢 他们下意识对视 默契到呼吸一致 庄艳白了我一眼 在童心月面前 尽量收敛她那富泊富的样 话里带刺到 嘴巴放干净点 心月是海归 素质高得很 和你可不一样 等你们离了婚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肯定 很好 由此看来 她并不知道那件事 我不想和她吵 只想回房间陪孩子 离不离婚 已经无所谓了 但该是我和凯凯的 谁也拿不走 走到床边 小拖鞋凌乱摆放 孩子的眼角还有泪 我的心又是一阵抽痛 不用多想 刚才的动静 她肯定吓到了 这世上除了我爸 我最对不起的 就是凯凯 为人女 亦或为人母 我做的都不够 锁上房门 我搂着孩子睡 外面两个女人 聊得火热 特别是庄雁的笑声 格外刺耳 八点多 同心月准备离开 庄雁送她下楼 走之前还故意大声地 对陈柯说 早点离了 心月这么好的女孩 可别错过了 记住 征房产和抚养权 别犯傻充脸大 陈柯顿了片刻 回了个好 我睁着眼睛 空视前方 不争气的眼泪 滑进枕心 只敢滴滴的乌液 生怕惊动熟睡中的孩子 这五年啊 真是不值得 次日一早 我收拾好行李箱 把孩子送到林阿姨那儿 自己坐在沙发上等着 半个小时后 陈柯从客房出来 眉头立刻猝起 你这是做什么 民政局八点半上班 我给你十五分钟时间 别的话我已经懒得说了 你一定要这样吗 他烦躁地柔柔头发 似乎愿我在无理取闹 对比昨晚 他们母子对同心月 殷勤的模样 真恶心 事已至此 多和你相处一天 我都会倒胃口 他柔柔眉心 随你 办理离婚手续很简单 签字盖章后 我们在吴瓜阁 关于房子和凯凯 他说心里有愧 不会和我争 拿到离婚证后 我快速收拾好东西 从头至尾一眼 都没看过他 在门口 我给林阿姨打电话 但他没接 陈柯走过来 递了张卡给我 抚养权的问题 等你找到工作 我们再来办理 还有 你这几年在家没有积蓄 里面有十万 算是给凯凯的抚养费 等用完了你再和我说 顿了下 他又说 密码是你的生日 小秦 以后辛苦你了 听到此 我冷漠地打断 这是你该为孩子做的 别的废话 没必要说 他手指一颤 卡片掉到地上 我站着没有动 一个人影直冲过来 捡起了那张卡 拽住陈柯的胳膊 嗓门极大 好啊你 又想骗我儿子的钱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庄艳脚上还套着棉托 应该是赶来的 他嘴巴里乌言晦语不断 我面无表情 全当他在喷粪 你最好搞清楚 这是你儿子 该给我和凯凯的 他被噎了下 似乎 想到了什么 扭头看向陈柯 你都让给他了 陈柯点点头 哎哟 我的傻儿子 他甩开陈柯 突然眼睛一闭 直接坐在地上大哭大闹 都怪我没时间照顾孙子 儿媳妇非要闹离婚 不仅带走孙子 还要拿走老伴 给我养老的房子 这叫我怎么活呀 字字句句 全挑对他有利的假话讲 今天周一 民政局来往人多 一会儿就聚集了不少人 我冷眼看他表演 说真的 演技好到无可挑剔 陈柯脸又青又黑 想拉他妈起来 结果这老太直接甩开他的手 委屈哭号 撒泼打滚 脸都给他老陈家丢尽了 人越来越多 我也没闲情看他坐腰 转身就想走 但他也不知道哪来的速度 扑到我脚边哭 小秦 妈错了 你别把凯凯带走 至少也让我们以后能见见他 房子可以给你 但孩子不能见不到爸爸和奶奶啊 他是我的命啊 越说越离谱 我气笑了 说错了吧 麻将才是你的命 他没有着急反驳 只是使劲哭 周围看热闹的人 把民政局的保安叫了过来 他劝我们 在这里闹成这样不好看 有事好商量 家庭才能和睦 好个家庭和睦 可我跟他们 压根不是一家人 我蹲下身 掰开庄艳紧紧拽住的手指 用他才能听到的音量开口 别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逼我低头 你现在做什么 都是丢陈柯的脸 瞧 有人拍视频了 被传上网后 童心悦还会嫁进你家 还有 你的老乡好会怎么想 哭声戛然而止 随后不需要人福 他自己就利落地爬起来 拉起陈柯快速离开 比起亲孙子 心儿媳和老相好 才更重要吧 以为半可怜 能获取别人的同情 但他忘了 现在社会上 冷眼旁观者居多 不是世道变了 而是大家都聪明了 帮忙 有时候是把双刃剑 唯恐帮不到人 反而伤了自己 丑觉走了 看热闹的人 自觉退散 我终于清静了 踢掉鞋间的绘 我走下阶梯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 凯凯从后坐下来 朝我跑来 妈妈 我爸跟在他后面 半年多不见 老爷子又轻瘦了不少 平时我只报喜不报忧 但电话 直中他还是能听出我的疲惫 什么也没有问 只是让我累了 就回家 而现在 我抱起凯凯 抬头对上我爸 关切的视线 心底的委屈陡然 上升 我咬咬唇忍住 汹涌的泪 扯出笑容洋装 自然 爸 我可以回家住吗 傻孩子 我爸眼眶红了 有爸爸在的地方 都是你的家 今天爸爸 就是来接你 和凯凯回家 我再也忍不住 抱紧孩子 靠在我爸 肩头放声大哭 就像小时候 摔了胶 自己会爬起来 即使伤口火辣辣的疼也没想着哭 可只要回头看到爸爸 眼泪就怎么也藏不住了 我在他面前 永远都是孩子 坐进车里 我才发现林阿姨在副驾驶 他面露歉意 小秦 早上你急匆匆送凯凯到我那 这孩子又说爸爸和奶奶欺负你 我怕你会吃亏 正好遇到你爸爸来家里找你 于是就叫我儿子开车过来 你不会怪我多管闲事吧 是我没说清楚 还总麻烦您帮忙照顾孩子 我的事情处理好了 我擦掉眼角的鱼泪 目光转到驾驶座 林阿姨 今天谢谢你们 林阿姨摆摆手 说没事就好 男人则侧过身汗手 五官气质和林阿姨很像 第一印象是清秀之礼 但下一秒 他从衣兜里摸出包滑子 熟练地取出一根雕嘴上 还礼貌询问我爸要不要 我爸抱着孩子 笑着摇头 他呕了声拉开车门 手里的滑子还没等点燃 林阿姨一把夺过 仰手就想打他 林阿姨 你在公司跟谁学的抽烟 没看见车里有女人和孩子吗 林木下一时抬手挡了挡 表情松动 我的妈 你拿我当司机 是办完了 总该让我去放个疯吧 臭小子 皮又痒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林阿姨发火 一时正住 眼看他们母子要吵起来了 我赶紧开口 林阿姨 我们可以自己打出租回去 今天麻烦了 改天我请你们吃饭 我们下了车 林阿姨也跟着下来 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将那套婚房卖了 带着孩子去我爸那住 这样也方便照顾他 陈科既然把房子给了我 这样处理是最好的结果 那套房子毕竟住了几年 说没有感情是假话 不如卖掉一了百了 也好 林阿姨顿了下 慈爱地看向凯凯 我喜欢这孩子 记得常去我那儿玩 林牧师丁克 我这辈子想抱孙子是男了 说到最后一句 还故意加重语气 被点名的某人尴尬地咳嗽两声 林阿姨人很好 只是一个人住久了会孤独 难得她喜欢凯凯 自然不能让老人寒心 我含笑点头 回到我爸那 凯凯就像指小鱼冬看看西瞧瞧 我和我爸相视一笑 孩子跟我 好久没有这么放松了 走进原来的房间 我愣在原地 里面干净整洁 阳光落在窗台 温暖和煦 桌上养着一排多肉 被打理得很精细 忽然想起初三那年 我和同学去古镇玩 买回来一盆花月叶 当时课业繁重 我爸没说什么 只是默默和我一起养 后来我考上市一高 他问我要什么礼物 我笑着捧起花月叶 说 爸爸你看它开得多好看 这就是我的礼物啊 我爸默默的支持 一直是我坚实的后盾 思绪回笼 一个人在家也没事 养养花还能打发时间 我爸走到我身边 他说得很轻松 但我心底绕起一丝难过来 照顾年幼的孩子 和孝顺年迈的父母 是出嫁女儿最为难的事 故此失彼 才会生出那么多的无奈 我眼眶发酸 看着面前滑发丛生的父亲 民谨微颤的唇角 爸 有你在 真好 和以前一样 他揉揉我头顶的发 眼底是温和的余光 他说 不管怎样 爸爸都在你身边 嗯 妈妈 外公 我饿了 这时 凯凯跑进来抱住我的腿 撒娇的样子特别可爱 我抱起他 学着他的样子和我爸说 爸 我也饿了 好 今天爸爸下厨 给楠楠和小凯宝做好吃的 我爸捋起袖子 瘦黄的面颊多了些红润 此刻我的心无比充实 索性 我的家团圆了 做了三年多的家庭主妇 我思考一晚 决定重拾工作回归职场 我爸让我放心 凯凯他来带 而且他年纪大了 再去做体力活 也吃不消 不如寒衣弄孙清闲度日 没有了后顾之忧 我安心准备简历 虽说荒废了几年 但我以前的底子还在 因为是金融专业 即使在家带孩子 我也时常关注股票基金的行情 也私下买过几只股 赚了不少钱 这件事我没和陈柯说 他好面子 要是知道我在家搞副业 都能比他一个月工资 估计也没好脸 现在想想就该告诉他 无能的男人 才会看不起女人 简历投递出去 我很快收到了 三家大证券公司的面试邀请 为避免扰乱经济市场 也出于职业素养 我提前将手下的几只股卖了 考虑再三 我决定先去牧持证券 这家公司规模 虽然没有另外两家大 但近几年发展前景很好 可以搏一搏 次日 我洗漱打扮 穿上我爸给我运烫好的职业装 自信满满地出了门 以前有父亲为我遮风挡雨 募之所及皆为曙光 现在他老了 这以后的路 就换我来守护 募持证券的工作氛围很好 员工有条不稳 各自做好自己的事 这家公司的待遇 也是本事数一数二的 所以有不少应聘者竞争一个岗位 可想而知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应聘者一个个进去 又都失望地走出来 我望着那道门 只见细细揉捏衣角 虽说做了充足准备 但我心底还是有几分紧张 很快 一叉助理叫到我的名字 我推门进去 里面却一个人都没有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笑着说 这就是面试题 在空空如也的房间内 你如何留下能创造价值的东西 在一众求职者中脱颖而出 让老板精确选中 所以 这就是刚才应聘者们垂头丧气的原因 目持证券 确实不走寻常路 我扫了眼地上的一堆简历 突然觉得有些无奈 求职者一心想将最好的自己展现 但不是所有公司负责人都愿意花时间来看的 既然如此 放手一搏吧 我跟助理要了一瓶油漆罐 锁定摄像头所指的白色墙面 大大方方地写下一行代码 接着在下方署名 确认数字准确 我两手一拍 OK 搞定 油漆罐往垃圾楼里一扔 抽出湿纸巾擦手 随后推门走出房间 等待的人都投来视线 见我手上仍然拿着简历 有同情的 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的 同为竞争者也很正常 我垂谋无视 走到一个空位坐下 十五分钟后 一圈主管过来 望着我们问 谁是秦秦 我通过了出事 原因是我留在墙上的那行代码 那不是普通的一串数字 而是现在股市最不被人看好的垃圾股 木池的总经理 宋池亲自献我 男人西装革履 手腕上戴着劳力士 一派成功人士的装束 四目相对 他眸光中带着疑虑和好奇 说说看 你为什么写下和成药业 你不知道这家公司快倒闭了吗 我敏唇浅笑 知道 他目前来看是指拉击鼓 但是他双手交握 眼神示意我说下去 但庆丰集团收购了他 您可能想问做人工智能的公司与药厂 没有关联 如何能妥善经营 他眉尾一挑 继续 庆丰的刘总是机械专业的 可他夫人却是首都第一国医圣首的弟子 在中医学方面影响力颇深 他们夫妇是豪门联姻 富贤几年的刘夫人一直享有自己的事业 如今庆丰收购了何城 您想 名声在外的刘夫人会让他垮掉吗 待我说完 宋池沉默片刻 随即他笑了 这些也只是你的猜想 还不足以让公司有理由买下这只股 如果您没有大肆买入的想法 又怎么会让这主管单独叫我呢 我看着他 猜想是在实际的基础上做出假设 有一定的成功率 我平常不止看财经报 还会看娱乐新闻 要知道豪门一出手 轻易动千军 生活与我们息息相关 从细节处摸索攀爬 就能看到另一个维度 股票就是如此 要看公司的背后 而不是表面 宋池拍手表示赞同 只是他还未开口 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 谁压得在老子会议室乱涂鸦 老宋 公司禁贼了 快开监控录像 给我看看 这声音 我回过头 正对上林牧那张嫌弃的脸 牧池正劝 牧池 林牧和宋池 真是戏剧话 你是那天 我妈让我当司机去接的带娃的离 婚女人 她大大咧咧 说的话让我有些生理不适 我扯扯嘴角 点了下头就当打招呼了 讲真 如果她不是林阿姨的儿子 我可能会当场翻脸走人 哪怕这家公司是我心目中的第一选择 嗨嗨林牧 注意和女士说话的态度 该闭嘴就闭上 宋池大概看不下去了 帮我对了一句 她的话似乎也没什么用 林牧直接走到她电脑前 调出录像 最后视线落在我身上 原来是你 我这墙成了花猫可不好看 你得赔偿 这件事我也想过了 面试成不成功都会照价赔的 不过她一个老板直接说出口 不愧是搞金融的 王好了说 扣也是对自己和对客户的负责吧 墙面的损失 我会照价赔偿 请林总放 我话还没说完 她却白白手说 听我妈说 你当主妇三年多 肯定没钱 这样吧 你明天正式上班 赔偿金从工资里扣 刷墙明细我会叫 建设部经理和你对接 不会多扣一分钱 可以吗 她的意思是雇佣我 我看向宋池 她闭纯道 秦小姐的观察力和决策力 非常符合风险 分析师一直就是在家几年 喂 别小看家庭主妇 十项全能的人对待工作 绝对认真细致 林木豹兄已在书架旁 一副很懂女人的模样 我醋眉 根本不想接话 倒是宋池点点头 笑着对我说 秦小姐 如果你愿意 欢迎加入木池 当然 谢谢宋总 这时某人大力咳了一声 我无奈又补了一句 感谢林总给我这个离婚女人工作的机会 放心 我会努力工作抵偿刷墙的费用 让你口无遮拦 没风度 宋池里里万寇 友善地给了她一记眼色 林木整个一副被掖住的样子 工作有了着落 我给爸爸打电话 报喜 他很高兴 说晚上大展厨艺 给我们做明虾鸡爪包和番茄鱼包 我夜夜口水 心中期待满满 这是我爸拿手的包祭菜 一顿下来至少三碗米饭 突然想起之前 说请林阿姨吃饭 今天又遇到林木 她也算帮了我一把 于是我打电话给林阿姨 和她说了今天面试和吃饭的事 问她有没有空 当然 纯净过滤了林木那张嘴说的话 这么看来 咱们两家还是有缘的 林阿姨感慨良多 我以为她是日子太平淡 很久没吃一顿有烟火气的晚饭了 笑着打趣 您待会多吃点 我爸手艺很好的 他连连答应 最后提出让林木充当司机 挂了电话我走到路边 五分钟后 林木开车停到我面前 脸又黑又臭 不好意思 我的车之前 出了事故还在休 不然我自己会去接林阿姨的 走吧 他态度和刚才有了变化 冷漠和嫌弃参半 好像是在针对我 上车时我特意坐在后座 副驾驶是个敏感的位置 我不会轻易坐 他看了眼后视镜 深吸了口气才启动车子 这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 他也没放音乐 气氛逐渐压抑 我不喜欢这种氛围 出言打破僵局 林总 虽然才见过两面 但你似乎很讨厌我 他的车速降了一大 反问 这么明显吗 嗯 还不够明显吗 我服额 我想除了今天的事 我没有别的方面得罪你 绿灯跳转变黄道红 林木停下车 回头扫了我一眼 才说 我也不是讨厌你 而是我一看到你 就会想起我妈 让我追你的事 我吓了一跳 什么 他喜欢你儿子 又气我丁克 所以他希望我和你能结婚 这样 他就可以做你儿子的奶奶了 没想到林阿姨 居然是这个心思 怪不得了 他刚才说我们两家有缘 我抬头看了眼林木的背影 忽然明白 他态度波动的原因了 他以为我也想和他结婚 确实离谱 你放心 我会和林阿姨讲清楚 没有再婚的打算 车子再次开动 他直视前方 语气夹杂着思思不信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或许没打算 但今天在公司 知道我是CEO之后呢 不然我妈的电话来这么快 我闭了闭眼 这还真是糟糕的巧合 首先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牧驰的老板 其次 我不会再结婚 男人 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 他还是不信 想到了另一点 我 立即补充 关键在于 你的外形 也不是我的菜 所以 绝无可能 我也不想 跟他在私事上 谈论不清 直接讲清才不浪费时间 那就好 之后 因为尴尬 我们谁都没再说话 到了小区楼下 他打电话给林阿姨 我则借口去买点东西 刚下车 一个人影 急步朝我这里走过来 还没等看清 手腕就被拽得生疼 这才几天 你就勾搭上别的男人了 陈柯眼底腥红 浑身斜杂着 怒意 他的手劲很大 似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 房屋中介说 你把房子挂出去了 还拉黑我和妈的联系方式 是心里有鬼吗 呵 我妈说得对啊 你就是贪得无厌 我忍着腾强行抽回手 然后默然地打量她 拉她 暴躁 加上浑身烟味 每次她工作不顺 都是这个状态 以前我还会安慰几句 现在嘛 我们已经离婚了 做什么都是我的自由 麻烦你以后别来我面前冲大眼 快到饭点了 这么听妈妈的话 怎么还不回家喝奶 琴琴 我是凯凯的爸爸 你休想带着我的儿子嫁给别的男人 他借紧拳头高高扬起 那驾驶好像下一秒就要来打我 我平静地盯着他 堵他不敢 果然 他缓缓放下手 咬牙切齿道 你最好想清楚 后续孩子的抚养费还需要我出 如果你拿着我的钱包养小白脸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唉等等 我还没说话 车里的林木不干了 立刻下来开骂 你压得谁呀 老子长得是好看 但是小白脸这种带侮辱性的词汇能下用 你想找死 他身材高大 一米八八的个子站在一米七八的陈科面前 很有压迫感 陈科眼中闪过慌张 看样子是怂了 但触及我的视线时 他硬是挺直胸膛 语气鄙夷 靠女人给钱花 你要脸吗 哇 林木吃笑 抬手里了李陈科的衣领嘖嘖道 你可以拿钱侮辱我 但不能侮辱我的钱的来历 快滚 再说下去 我真的会抱走 斯拉一声 衬衫领子被撕碎 陈科面如菜色 直老虎终于泄了气 奄奄地立着 林木扔掉手里的一节领子 还从皮包里摸出一张粉红跳子 塞进他的裤兜 扯着唇笑 诺 赔偿给你了 林阿一下来钱 陈科走了 他总是这样 遇到比自己强硬的 就缩着脖子做人 无论是对外人 还是对我 什么破衣服 质量还不错 我差点没撕下来 林木踢了踢那节衬衫领子 我瞟了眼 嗯 那是我熬夜蹲直播间抢的货 他是我前夫 眼睛快瞎了 林总勿怪 林木嗷了一声 无奈 摇头 为了这么耸的男人在家几年 我同情你 同情 我紧了紧外衣 仰望天边的云端 往事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现在的我审视过去 也会觉得自己很傻 但是过去 毕竟过去了 如今的 秦秦 有新的活法 那天我和林阿姨戏聊了 很久 她明白强扭的瓜不甜 却依旧很满西 吃饭的时候 笑容不是很多 我看得出来 她真的很喜欢凯凯 于是提出 当她的干女儿 这样一来 她成了凯凯的干外婆 我们两家也可以来往 老人家待了数秒 这才展颜欢笑 林木倒是无所谓 只要他妈不逼她去相亲就好 在公司工作了一周 我渐渐找回以前的感觉 原以为日子会这么平淡的过下去 却没料到在公司会见到童新月 她静止走进宋池的办公室 自然的如同回家一般 同事们在一起八卦 这童小姐又来找宋总了 都决定年底订婚了 她好像还是很急 自从回国后来得特勤快 哎 以后公司的钻石王老五 就只剩下林总了 啊 那我还是继续担着吧 对了 你不知道吗 两个月前的公司酒会 她和宋总睡了 现在查出怀孕 婚期可不得提前了 嘖嘖手段是俗 可实在高明啊 我捏紧手里的分析报告 冷笑出声 原来有人飘扬过海 是回来找绿毛王八的 而且还不止一个 不过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想 下班后我提醒林木这件事 毕竟我和童新月有 丝愁 林木难得正经 其实不止你怀疑 我和老宋也聊过 她那天喝得烂醉如泥 怎么睡得动一个 只喝果汁的成年女性 虽说订婚是两边家长的意思 但家族联姻而已 童新月又一直在国外 他们之间其实没什么感情 老宋说她 从国外回来后就变得特别殷勤 还总是撩她 就是擦枪走火 也得枪杆立起来 说到这儿 她重重咳了声 不好意思 阿老妹 我肤浅了 我笑着摇头 之前解开误会后 我和林木也成了甘兄妹 她是个操汉 却也不失细致 这件是由她去说 更为稳妥 她和宋池多年兄弟 向来不插手对方的感情事 但这次不同 男人的尊严 也不容玷污 三天后 适时浮出水面 童新月肚子里的孩子 是她三个月前 在国外的假面酒会 一夜情的来的 原本她要打掉 但也不知道 后来为什么没做手术 宋池拿到证据器到发抖 立刻将这事告知家里 两家因此撕破了脸 童新月跪求宋池不要退婚 被她气红了眼的 爸爸连拖带拽地拉回家 场面颇大 去看热闹的林木说 宋家老太太差点上去踩人 不过一夜 童新月带别人的球 响应塞进宋家的事 传遍了公司 一时间人眼鼎沸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要怪只能怪她自己 这是发酵了一周 还是有人讨论 而此事的女主角 竟还敢来找宋池 我去送资料 正好遇到宋池黑着脸 赶她走 你怎么在这里 童新月狠狠动我 是你挑拨离间 是你害我 她像是找到了借口 死死拽住宋池的胳膊 声泪俱下 宋池 这个孩子真的是你的 国外的那些事 都是勤勤伪造的 她老公一直暗恋我 还和她离了婚 她这是故意报复 你要信我呀 原来明艳的 脸蛋泪痕疲倦遍布 肉眼可见的憔悴 我静静看着她 根本不用任何辩解 宋池是个聪明人 她只相信自己 所看到的真相 她推开童新月 眼底满是贤物 私家侦探已经找到了 那个男人 是个中东人 那夜后 她还收藏着你的私人物品 要看照片吗 仿佛中了软骨针 她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神态呆滞 时而又苦笑 大概悔不当初吧 我越过她离开 从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 后来她再没来公司 听说被她爸妈强制带去 人工流产了 时间一久 大家都渐渐淡忘了 直到另一个女人的到来 庄雁双手插腰 全然不顾形象地在办公室 门口大喊 秦秦 你这个杀人凶手 给老娘滚出来 所有人吓了一跳 我倒不意外 童新月棒不到宋池 这不还有陈科吗 知道我在这儿 她肯定会告诉庄雁 顺便画蛇添足 把事实抹黑几个度来 掩饰自己的错 庄雁那双绿豆眼东看西桥 最后锁定我的位置 你真恶毒啊 已经带走了凯凯 和一套房子还不止 明知道新月怀着孕 居然刺激她流产 那可是我的孙子啊 你怎么敢 她急寥寥地冲过来 挽起袖子似乎要打我 几个女同事眼尖 连忙拉住她 其余有两个男同事 快不走去总经理办公室了 快松手 我要为我孙子报仇 这副垂胸顿足 痛心疾首的样子 倒是把我逗笑了 贱人 你笑什么笑 她紧凝着眉头 被我的反应顿住 你这么精于算计 怎么一遇到童新月 就这么没脑子 上赶着让自己儿子 坐被锅侠 真是有意思 我走到她面前 无惧她发疯般的动作 扯出抹浅浅的笑 陈柯在外面有多少便宜 儿子都不关我的事 以后再惹我 绝对不饶你 她的眼神脆了冷意 甩开被束缚的双手 离开前 她放下狠话 你等着 我改天再收拾你 宋池正好和她擦肩而过 她走过来 嘴角泛起 无奈地笑 看来你前夫一家被骗得比我还惨 要不要把证据给那老太太看看 不必了 朱油蒙了心的人 真相越是刺目 她越是不会信 这种便宜 陈柯也乐意 要 不是吗 我身之庄严 这人品行极差 为防止她来闹事 我特意提醒保安 一见到她进公司就拦住 但过了大半个月 都没有丝毫动静 我有些疑惑 不相信她会轻易放过我 我只怕她暗地里憋着坏 背后被人捅刀子 往往是最难防的 许是第六感灵验 这天公司正在开会 我爸却连打我五个电话 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对 我爸平时沉稳 没有紧急的事 不会让我烦心 于是我和宋池示意 去外面接电话 刚接通 我爸的语气带了哭腔 小秦 凯凯不见了 幼儿园老师说孩子 是被他奶奶接走的 理由是他爷爷病危 要见孙子最后一面 我估计老爷子在天之灵 怕是要再气死一回 这是出得突然 老师也没多想 简单查看了家庭成员本 就让他带走了凯凯 我近段时间忙着工作 没来得及去修改信息 倒是被他钻了空子 我去他家也找不着人 怎么办呢 小秦 我爸急得不行 我让他先回家 等找到凯凯我们就回去 冷静片刻后 我拨打了陈科的电话 等了很久他才接通 我还没问 他就自言自语 说不清楚他妈做了什么 真是不打自招 我忍住想骂脏话的心 冷冽开口 你答应过抚养权归我 现在我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 明天就去办理 还有 现你们半个小时内 把孩子送回来 不然我就报警 拐卖儿童的罪名很大 这你应该很清楚 秦秦 那是我妈 凯凯的亲奶奶 你何必做得这么绝 而且现在凯凯的抚养权 还在我手里 你报警也没用 他愤愤地说 语气里都是苛责 还有你别忘了 新月的孩子是因为你而掉的 我吃笑 突然很看不起他 你不会真以为 童新月流掉的孩子是你的 动动脑子吧 他如果真的爱你 当初就不会出国 而且听从家里安排和别人定亲 你的女神 在别人眼里 不过是暖被窝的床扮罢了 陈科 郑主 他不是没有怀疑过 而是不敢想 童新月对他来说 是初恋 也是少年时的梦 美梦碎了 他却不肯醒 离婚之后 凯凯曾问过我 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想了很久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孩子却反过来安慰我 爸爸只是迷路了 我们等他回家 电话那头的人呼吸发紧 久久才开口 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们 这样的道歉 一点价值都没有 对于他 我已然爱意 全无 甚至都懒得恨 单纯觉得隔应 因为早在医院的那晚 我的心就死了 陈科答应我待会 亲自送凯凯回来 语气诚恳 加上现在也只能靠他联系 于是我信了 可临近傍晚 都没看到人 我爸望着门外 一动不动 我不停地打陈科 电话 却和那天晚上一样 怎么也打不通 很多种可能性在我脑海里浮现 我不能再等 直接报了警 讲述详细情况后 警察同志说 我们的官 戏有些特殊 关键抚养权现在不在我手里 不过他们会派人过来了解清楚 做好疏导工作 我让我爸在家等 自己则开车去庄雁 可能出没的地方找人 麻将馆和王叔家都没找到人 王叔的老婆还靠着墙根阴阳怪气 上一次偷偷来找我们家老王 吹牛心儿媳妇漂亮有钱 可惜伤了身体 怀孕难了 说是好在还有个孙子 我心头一震 是啊 我怎么把童心悦家给忘了 我赶紧打电话给宋池 他让特助去查清楚 没一会儿他回播给我 想不到庄雁这样无耻 差点让我喘不过气来 童心悦流产的是不良媒体报了出来 还附带他的病例报告 童家父母想押都押不住 索性就放任了 后来有狗仔拍到他和陈科一起进出童家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那个孩子的父亲 因此庄雁才会来公司找我麻烦 童心悦伤了身体 以后难以怀孕 童家家业没有继承人 肯定不行 所以庄雁偷偷带走凯凯 是想让陈科入赘 凯凯改姓做童家的孩子 这么想着 手机里又收到一条彩信 这个号码我记得 是童心悦的 点开图片一看 竟是他们一家 还有陈科母子 以及我的凯凯 孩子眼圈有些红肿 应该哭了很久 我还来不及心痛 另一条文字信息跳出来 失去的感觉怎么样 老公不要你了 儿子也成了我的 心痛得要死吧 你儿子很可爱 就是不听话 放心 我会好好教育他的 每个字眼都带着挑衅和报复 我气得发抖 想要报警却迟疑了 这件事说到底也只是民事纠纷问题 加上抚养权的所属 我并不占上风 这条短信只能道德谴责他们 即使开庭 官方也只会调停 庄烟作为凯凯的奶奶 她完全可以说带孙子去别人家玩 认了同家做干亲 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 反倒给她借口不让孩子跟我 不如以笔之道还置笔身 还她一出大戏 至于同心悦 她也该为那个留掉的孩子负责了 想到应对的办法 我稳住情绪随后打给林木 她还在外地出差 明早会回来 听到凯凯的事 她冷笑脸脸 那家人可真能作妖 完全不让人放松 放心吧 你说的事交给我 老宋那边也会帮忙的 我闻了一声 谢谢林总 她正了正 喂 好歹我也是凯凯的干舅舅 你就别见外了 其实相处下来 我也蛮喜欢她的 我心下一暖 有时候真正的亲人 还不如只相处一段时间的陌生人 感情这回事确实很难厘清 次日一早 我准备好东西和我爸一起去了同家 那是个中当富人小区 住户很多 大多都是企业家 也有一些条件好的退休老人 他们茶余饭后 最爱的就是八卦 我拿出用油性底写满时情的白色床单摊在地上 直接坐在地上 打开播音 喇叭重复一句话 拒绝拐带诱骗 拒绝封建主义 童心悦 把我儿子还给我 路过的人 在家吃早饭的人 纷纷聚拢 我爸趁机挨个发传单 争取让每一个人都了解事实情况 童母率先出门来 脸色铁青地说 孩子是陈科主动送来的 不是我们心悦抢的 你要说理能不能去他们家 如果再在这里闹 我就报警处理了 那你报警吧 我看也不看他 把喇叭声音再拨高一个度 你 童母气的差点昏厥 又在周围人八卦的视线中 亮呛回家 门甩得巨响 之后半个多小时都没人出来 陈科和他妈急匆匆赶来 庄雁走到我面前 抬脚就踢我 我没闪躲 接住的同时微侧身体 减轻了不少疼痛 他见我没反抗 咬牙骂道 好你个不要脸的 没有抚养权 还敢来庆家这里闹 想死啊 我爸大喊一声 冲过来护住我 对庄雁早已没了 客气 你个遭温老太婆 平时没对我女儿和外孙好过 现在要攀高枝就拿孩子当礼物 送给人家 还敢伤人 你再碰我女儿一下 我和你拼了 虽然不是很痛 但我看着父亲的背影 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他永远是最爱我的人 人群里开始冒出同情的声音 打人也太过分了 童家那时早就传遍了 那个女儿看着光鲜亮丽 其实人品真的很差 每次打照面都顶着鼻孔看人 是啊 这老太婆也是有病 拿孙子去讨好人家 你们看传单上写的 这个妈妈好可怜 被骗婚不止 几年青春白白耗费了 结果这姓陈的居然还出轨 童家 那个 现在又抢孩子 真是气死我了 声讨的架势越来越大 庄雁开始还能争辩 到后面直接被淹没在骂声中 他拉着陈柯的衣袖 你还愣着干嘛 快把他们赶走 新月要是生气了 不和你领证 那你什么都没了 他脸偏向一旁 不敢和我对视 我知道他是心虚 我爸本来就装了一肚子气 突然站起来 朝着陈柯就是一拳 当初我是瞎了眼 才把楠楠嫁给你这个畜生 如今被你们母子 害到这个地步 老子打死你 陈柯愣了下 嘴角瞬间红肿起来 他转过头 眼神夹杂怒意 捏紧拳头就想反过来打我爸 我察觉到这个可能 想爬起来阻止 这个时候 人群里冲出来个人 抬脚就把陈柯的手踢开 只听见他一声惨叫 就直接抱着手腕 倒在地上 林木低头挡了挡裤脚 朝我笑了笑 还好 我这少林功夫没白学 后面跟着宋池 他看向在地上哀嚎的人 眉头紧皱 可恶 又要赔钱了 我拉住我爸 长舒了口气 他们终于到了 庄雁这时才反应过来 扑到地上抱住他儿子 恶毒地朝我们咒骂 我瞥了他一眼 无所谓了 要骂就骂吧 反正很快就骂不出来了 宋池打了个电话 很快 同父亲自来开门 他看了眼宋池身后的外国男人 心里咯噔一下 扯出抹僵硬的笑 请我们进去 在林木的要求下 陈科母子也一同跟上了 所有人齐聚同家客厅 宋池扔出一堆照片 都是童心悦在国外 玩乐的时候被人拍的 他眼神里含着冷意 童书 我们两家也有十几年交情了 之前退婚的时候 没有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你们看 只是想保留大家的颜面 但今天的闹剧 是童心悦和陈家母子招惹出来的 细节方面 这位会好好说给你们听的 还有 秦小姐是我公司的员工 她受了委屈 我作为老板 不得不为她说句话 抢孩子 这种事你们应该做不出来吧 她身后 那个正是和童心悦 有一夜情的中东人 童家父母的脸色黑如锅底 童心悦更是捂住双耳尖叫 精神状态堪比低配版 可云 听完一切 庄雁的脸整个垮下来 身旁的陈科更像是吃了蟑螂的表情 要不是手受了伤 她可能会冲过去打人 被胎 而且是候选区老二 有够讽刺的 这场闹剧终于收尾了 童母把凯凯从客房抱出来 孩子的眼睛比昨天照片里 红肿得更厉害 我心痛地接过来轻声红 她忍住眼泪竟还朝我笑 我就知道妈妈不会不要我 傻孩子 童家父母对此向我道歉 说他们一时脑热才听了 童心悦的话 其实真相如何 大家心里有数 我也不想追究他们 毕竟我要对付的是 童心悦和陈科母子 那个中东人的出现 加上大家都在场 让童心悦大受刺激 直接昏了过去 后来真的成了 可云二点零 这也许是那个孩子 给她的报应 庄雁整出这么多事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仅不反思自己的错 还敢上我家来抢孩子 反正凯凯的抚养权 还是我们的 我就有权利带她走 她眼神很利 双手抓过来 全然不顾孩子 躲在我身后 害怕地直哭 亏你还是凯凯的奶奶 她今年虚岁三岁 但其实还差几天 才两周岁 根据法律规定 她的抚养权归我 你们抢孩子是犯法的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用力往旁边甩开 老太滚得葫芦似的 倒在地上 嘴里叫唤庄受伤 这一幕正好被林阿姨看到 她二话不说 上来就和地上的庄雁 掐成了一团 老年人干架 我是第一次见 属实 暴力 最后 林阿姨拽紧庄雁的头发 口吻带着威胁 再来骚扰我干外孙 我就把你这一头毛拳拔了 庄艳满脸抓痕 发如鸡窝 平时凶恶的嘴脸 现在耸成了孙子 我知道了 你快 快放手 看着那抹芒不迭逃跑的背影 我忍不住 看向一旁淡定的林木 他们母子的气质 果然如出一辙 我终于拿到了 凯凯的抚养权 陈科全程没吭声 经过上次的事 她变得更加沉默 被林木踢伤的手还没好 签字都在发抖 我被公司开除了 最后出来的时候 她冷不丁这么说了句 之前在同家面前闹 不少围观者拍了视频传上网 于论往往是最锐利的刀刃 这种结果我也猜得到 人生就像下棋 你走错了一步 就步步接错 说完我不再看她 转身离开 背后传来她嘀嘀的 啜气声 是后悔吗 不 只是对自己 如今这番境遇的伤感罢了 自私的人 永远别指望 她有良心来谴责自己的过错 后来有一次 庄雁趁我爸出去买菜 又想来抢孩子 凯凯学聪明了 怎么也不给开门 甚至还报警求援 庄雁被带走警告 由于她多次有这种行为 已经成了警方重点关注对象 日后的行动受到限制 再也没有以前去麻将馆 和找王叔跳广长舞的快乐 我跟进了几只鼓涨湿喜人 为客户翻了本金的数倍 用金直冲公司业绩第一 送持开心的都流泪了 林木还是那富无所谓的态度 嘲笑她 你呀就这德行 滚滚滚 我这是喜极而泣 秦姐的能力还好没被埋没了 哭就哭吧 还找借口 这两人成天 不是斗嘴就是在斗嘴的路上 但每句话 加带笑意 就连公司 都有了几分家的温馨感 凯凯三周岁生日这天 很多亲朋好友都来了 甚至有些人我都不认识 林木说那是她大姨妈 小舅舅以及干妈 嗯 我很疑惑 他们家的亲戚来我家做什么 难道林阿姨还不放弃 还想撮合我和林木 别想多了 男女主角不是我们 林木示意我朝人堆中间看去 只见林阿姨一身红色蕾丝 花边裙 抱着凯凯 满脸幸福的已在我爸身上 身侧 而我爸 面上带着羞涩的笑 眉眼弯成了月牙 这本来上个月他俩就让我找机会和你说 你瞧怎么着 我给忘了哈哈可嗨嗨 林木最后干笑两声 试探性地问我 你不同意 我转过头 继续看着我爸他们 心里暖洋洋的 两位老人家笑得多开心 这样不是很好吗 他点点头 也望过去 是啊 以后终于没人逼我结婚生孩子了